李小ärke organisations That's one of our first feelings. invested by the steht for inclusive.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一身美術館 參加的文化講座 陶素與中國文化 在講座開始前 會介紹一下我們美術館 以及今天的港者楊春棠先生 一新美術館在2015年5月正式開幕 開幕至今都接近一周年 我們作為一間非謀利的文化美術館 我們很希望致力與不同的藏家、藝術家 以及其他機構合作 去舉辦展覽、講座、出品、刊物等等 去宣揚香港和中國的文化和藝術的發展 我們這個宋元明的 《營煙翠宋元明》的青池展覽是我們第三個展覽 為了配合這個展覽 我們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講座 在講座之前我介紹一下楊先生 我們今天的港者楊春棠先生 也在博物館服務了超過40年 曾經也服務於香港政府及香港大學博物館 也在香港大學任教中國文物和博物館學課程 楊先生在2013年起開始擔任一新美術館的總監 負責統籌一新美術館的展覽和運作 在講座開始之前 請大家關掉你們的響鬧裝置 事不宜遲 我們有請楊先生開始今天的講座 多謝 多謝各位 我剛才跟Mandy介紹的慈禧展覽快結束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見各位 因為這些青池不是屬於我的 也不是屬於這間館的 透過這三個月的展覽 希望你們對中國慈禧 啟發了一個感情 今天講述訴 我最初以為這個題目沒什麼難度 因為淘汰 每個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即是用來做一些公仔 或者做一些雕塑出來 但是想一下 家裡有沒有淘汰呢 我曾經問過很多朋友 家裡有沒有清池 但大部份都沒有 家裡有沒有淘汰呢 有 有 公仔一定有 石灣公仔 景德仔有沒有公仔 有 那不如你問問題 我回答就行了 我說過一句說話 我們中國人做陶瓷 其實骨子裡 全部是A貨 就是全部都是墓牌貨 即是用陶瓷去墓 就像清池一樣 墓肉器 墓銅器 甚至墓漆器 金吻和鐵石都合吻仿齊 所以我們中國人 到今時今日 認真是說 沒有牌貨最厲害 訪得很真 尤其是我們的智慧在哪裡呢 全世界最賤價的東西 就是什麼 泥土 但是全世界最珍貴的東西呢 又不是泥土 是火 這個世界沒有火 就沒有生命了 你試試 如果你在生活裡面 沒有火這件事 那也挺辛苦 要回到社時代 當然現在很多人 壽司就生吃 魚生就生吃 菜也生吃 什麼都是生吃 都不用煮的 是吧 就是說我們現在回到教人潮那裡 我們祖先 一開始就是沒有火 於是任何東西都要生吃 但是後來發明了火 就是知道怎樣去取火 所以就可以煮食 以及用火燒一燒最賤價的泥土 原來可以做氣命 那氣命呢 當然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了陶器這件事 我們日常生活 不是說不行 因為現在有塑膠 有很多東西 但在古代來說 是挺辛苦的 我們說到除了一些容器 就是裝水 裝食物的東西之外 我今天重點說的那個圖數 那麼 我就找到一件東西 這件東西大約六個厘米 長度而已 很小 是陶器 大家知道是什麼 是一隻陶器的豬 是新社時代的豬 那他們現在幾千年前 那麼我們的祖先 在一個這麼辛苦的環境之下 為什麼要做一個陶豬呢 沒有錢吃豬 望梅 望梅 哈哈 是名氣的 是名氣的 你們都 我沒有獎品的 反應 反應好熱烈 如果你家裡沒有一隻豬 你不能成家 所以在古人的觀念裡來講 豬是一個家裡裡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你記得這件事 所以不會不吃豬肉 那麼 所以豬是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 他做一個陶豬 那麼大家都猜到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麼他是不是放在一個霧裡面呢 如果放在一個霧裡面呢 就是賠作用 但是如果他不是放在一個霧裡面呢 就是什麼 是日常生活做了一隻陶豬 他就會放在一個霧裡面 一隻兒一個圖豬 有一個他們的圖豬 他會出來了 就是一個這麼小的圖豬 作用在哪裡呢 玩具,即是幾千年前去玩,有的,是玩具,我不敢說是否,因為幾千年前沒有記錄, 我只不過在考古的遺址裡面,找到圖珠,即是這麼多種動物,什麼都好,竟然我們的祖先用圖器,就做了一隻豬出來。 還有,我們在新社時代的圖器上面,也看到一些圖案,畫了一隻豬,在七千年前的遺址裡面找到。 顯明,就是豬對我們中國人,那種感情是很深的。 我們中國的龍,最早期的龍的形狀,我曾經說過,就是豬頭龍。 即是頭部像一隻豬,身體像一條蛇,即是豬頭蛇身。 另一種形象就是馬頭蛇身,即是兩種形象,早期的龍。 即是一隻豬,一隻鹿,一隻馬,當然蛇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蛇不是加禽,不是加速,不是加速,不是加速。 但是馬和豬後來成為加速。 那麼,這個就證明了我們中國人,這麼早期就已經做圖數。 那麼我們一直看,這些圖數的例子多不多呢? 其實不是太多。 這一件器皿也是新社時代。 那麼大家看到呢,還有一隻鷹。 不過呢,它完全有實用作用的,因為它本身呢,這裡是一個容器。 那麼你給你的感覺呢,是三隻腳。 鷹兩隻腳,以及鷹的尾巴,就變為第三隻腳。 這個鷹的頭部。 那麼我們看到呢,就是古人呢,也都很辛苦,除了做一隻豬,還有馬,也做鳥。 那麼這個呢,其實是一個鷹,一個鳥形的頂。 一個鳥形的頂,三翼的。 那麼頂,大家知道呢,我們煮食。 那麼我們再去追查這個圖數的歷史。 那麼我在這裡找到雙周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做圖數呢,多不多呢? 我們在遺址裡面呢,竟然間只是找到什麼? 銅器。 除了銅器之外呢, 我們找到有豬,有馬,但是什麼? 是真正的豬,真正的馬。 那些是什麼? 它也叫做犧牲。 那麼因為我們祖先認為呢, 一個人死了之後呢, 他去到第二個世界。 那第二個世界是什麼東西,我們不清楚。 但是他一定會延續他的生命。 那麼所以, 他們一定是會給回現在這個世界的東西, 盡量給回到死者。 那麼當然啦, 領袖, 可以很多生品, 就是很多犧牲。 這個犧牲呢,就是動物。 生, 其實是一個祭品。 是給死者的。 那麼, 這個觀念呢, 就一直以來呢, 到今時今日都有。 我們今時今日呢, 就只不過呢, 用紙呢, 接給死者。 接一張credit card給他。 接個, 大哥帶給他。 是吧? 那麼燒給死者。 那麼你不捨得蒸個, 整個大哥帶, 那麼擠在墓裏面, 在火撞牆那裡。 那麼我們, 除了這個犧牲之外呢, 我們發現了這個東西。 人生。 真是個人擠進墓裏面, 作為一種祭物。 我們不能夠, 不面對這個現實。 因為我們在商朝的無葬裏面, 找到很多鞋骨。 而這些鞋骨呢, 是不規則地撞在那裡。 那為什麼不規則呢? 就是說, 這些死者呢, 在生前經過掙扎。 還有我們在這些鞋骨, 上面呢, 看到有什麼? 刀傷的痕跡。 即是那些鞋骨呢, 被利器斬過。 那麼這些呢, 就是人生。 即是古事人呢, 除了用動物做祭品, 亦都用人去做祭品。 而這種人呢, 就當然呢, 好現實來講, 是奴隸。 那就是任何一個民族呢, 由一個原始階段, 進入一個奴隸的社會, 變成了有什麼? 有領袖。 有領袖才有奴隸。 是吧? 有奴隸, 即是有財產。 那麼這個財產呢, 就是在古代來說, 就是奴隸處的。 那麼我們要奴隸處就是奴隸。 所謂奴隸。 於是呢, 為了要爭取的財產呢, 就要照用人家的財產。 財產因此有責責。 所以, 這兩個就是人生。 同一時間, 我們又發現了一些東西, 就是人。 那這些不是人生。 人生。 那就是說, 奴隸主走了之後呢, 他帶了什麼? 帶了他的妻子走。 帶了他的牧人走。 那這些不是他的奴隸。 那以古人的觀念來說呢, 這個奴隸子, 這個所謂的皇帝走之後呢, 他到第二個世界, 一樣要有人服侍他。 是吧? 那於是他的妻子, 他的大臣, 他的護衛會跟著他走。 但可惜呢, 他的家人, 他的牧蟲是沒有死的。 但因為要符合了這一種古人的理念呢, 於是呢, 他們提早死。 那提早死呢, 我們美化了這一段感情呢, 就是心情。 那這個就是人心。 那人心呢, 你說他自願也好, 不自願也好呢, 不說了。 是吧? 奴隸一定不自願的了。 即是他不想死, 即是被迫去死。 但是心情呢, 當然有些是自願的。 但是大臣是否自願呢? 我想大部分都未必自願的。 於是我們看到呢, 雙周, 即使我們在歷史書上面的記載, 到明代那麼近, 仍然有人信這件事。 去到明, 距離幾百年, 一樣會, 皇帝走之後呢, 他旁邊的人呢, 都要去殉情。 這一種這樣的風俗, 在雙周, 春秋, 戰國, 一路留下。 那麼, 時代呢, 越近呢, 文化就越進步。 那麼, 那麼當然, 我們祖先都不是蠢的。 那麼, 我發覺呢, 人生人生這件事呢, 其實是很慘的。 那麼, 我們要找東西代替的。 用什麼代替呢?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不給你們一些禮品。 那麼, 秦始皇兵馬俑, 大家也知道, 很偉大。 那麼, 我們現在找到八千、九千個兵馬俑。 只有一部分。 那麼, 在古書的記載裡面來講, 每一個皇帝登基之後第二年, 就開始做他的皇陵。 所以, 你們不要禁忌。 你出生第二年, 應該要想著你自己的後事。 如果不是, 你不是皇帝。 那麼, 你可以看到, 如果皇帝做了六十年, 那就是有五十九年, 他做他的墳墓。 但是,如果皇帝只有十年的皇位, 就弊加火。 那就是說, 要很短時間之內, 要做好他的墳墓。 那麼, 長呢, 長時間, 你想到有好處也有壞處。 但是, 功的兩點都是勞民相財。 所以, 秦始皇的皇陵, 是令到我們震驚。 秦, 就已經, 是我們中國歷史上一個, 新的時代。 因為他統一了中國。 因為他統一了他們中國。 中國。 我們中文呢, 英文是China。 China來自, 泛文, 印度文。 古印度文呢, 就是C-I-N-A。 C-I-N-A這個呢, 就是秦。 所以China這個音呢, 其實是外國, 是印度人, 首先接觸我們中國人。 那麼, 接觸我們中國人呢, 就是那個秦。 秦人。 那這件事呢, 是一個事實來的。 因為秦是統一了中國。 秦是經夏商周, 春秋戰國以來, 是這麼多的奴隸子裡面, 勢力最強大。 那麼, 尤其是秦呢, 是起源於中國的西北。 那麼, 因此在古代, 我們中國人和對外的交通, 都是在陸路。 在所謂的絲綢之路。 因此外國人, 居住在中國地方的人呢, 就是西北邊的中國人。 在當時來講, 就是秦人。 那麼秦呢, 就是建立了有幾個制度。 其中一個制度呢, 就是說, 口狀。 那因此大量要呢, 要假的人生和人信。 所以秦始皇陵呢, 裡面有這麼多兵壞, 做到真人那麼大, 每一個呢, 一米八, 簡直是真人那麼大。 那麼, 雖然他是用帽子做的, 但是你想想, 一件這麼大的公仔, 放進窯裡面燒, 不得了。 那燒呢, 我們現在認為呢, 至少超過一萬個。 那麼, 秦始皇陵,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東西。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麼, 那現在兵壞俑, 只不過是秦始皇陵, 旁邊的地方。 不是皇陵本身的內容。 那只是皇陵外面的, 一批所謂軍隊。 那我認為呢, 這批呢, 其實是儀仗隊。 有馬有城, 有雙軍勇, 有步兵勇, 有弓箭手。 那麼, 也都有秦軍隊的馬。 那麼, 這個制度呢, 就秦之後呢, 就令到每一個皇帝呢, 都要跟上。 那麼, 所以秦始皇呢, 就建立了的皇陵, 就是他第二年就開始做。 那麼, 秦始皇呢, 還有一個制度就是說, 那以往的墳墓呢, 就在地底那裡。 但是秦始皇呢, 就認為呢, 如果墳墓呢, 越高呢, 就越尊貴。 那麼, 你現在一樣, 如果有個死者之後, 做一個很大的墳, 一個拱形的, 越高大, 越威衰。 那麼, 這個秦始皇陵就出來了。 那麼, 現在秦始皇陵呢, 我們知道呢, 在西安的黎山, 那是整個小山幽來的。 那麼, 現在就是, 你們去旅行呢, 去參觀我叫秦寧公園。 那麼, 秦始皇呢, 就是躺在下面。 那是整個山幽來的。 那麼, 很大。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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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呢, 看唐那幾個, 即是, 大朝代, 那些王陵呢, 都是一個山幽。 這個也是秦始皇建立了。 第三個制度, 和武藏有關係呢, 就是要祭品, 祭祀。 那麼, 定期呢, 就要向這個皇陵那裏拜祭。 那麼, 於是呢, 有一套, 很複雜的祭品。 那麼, 這些祭品呢, 包括了各種材料做。 那麼, 其中一樣東西呢, 就是最便宜的, 就是用土做。 就是塗素。 那麼, 塗素, 是可以代替任何金屬品, 因為最貴重的東西就是金屬, 金屬包括銅, 包括金, 包括玉。 那麼, 除此之外呢, 就用圖去呢, 可以仿製一切的東西。 甚至還有一樣東西呢, 是可以做的呢, 就是仿製很多模型。 那麼, 這是漢代, 漢代一個墓, 在荷蘭的墓裏面呢, 找到一間, 屠氣的屋。 是屠氣造的, 屠氣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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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樣呢, 死者去到第二個世界, 一定要有屋住。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去燒金屬衣紙, 都要燒這間屋給死者。 那麼, 當然不是這間屋。 你可以燒一個豪宅給它。 但是古代來說, 就是要真的造一間屋。 那麼, 不可能造一間大公園。 那麼, 就要造一個模型。 秦始皇陵當然不同了。 當然, 王陵就可以更大。 但是, 秦始皇都不可以將 他的宮殿放進去裡面。 他也是造一個模型。 他將整個中國做一個縮影, 迷你版, 放在秦寧公園下面。 那麼, 普通老百姓呢, 就看你的錢。 你越窮, 就越少東西。 達官貴人呢, 他的陪葬品就越豐富。 那麼, 透過這些陪葬品呢, 是可以作為一種歷史的記錄。 因為在文字上的記載, 我們可以知道, 但是在文字上的記載, 我們不同一個圖畫。 因為以前沒有相片, 我們不知道他怎樣建造房子。 但是, 可以做到。 那麼, 這些陪葬品呢, 因為這麼早期, 我們中國人還未成功燒過油。 那個Glase油食。 現在這個清前, 我講過陸油。 很多陪葬品是陸油, 但陸油也是一種食。 古人呢, 就很聰明, 是用, 怎樣呢? 用畫畫的顏料, 去當畫畫畫在顏色上。 所以, 這個圖屋呢, 原本上是沒有油的。 那麼, 這些紅色, 這些白色, 全部是畫畫在顏料上。 那麼, 我們今時今日呢, 找到這些陪葬品, 很多時候呢, 這種顏色呢, 已經脫落了。 尤其是紅色。 紅色是最容易脫掉的。 但是, 這些東西呢, 保存得很好。 這些呢, 都是圖素的人物。 那麼, 你可以看到了。 這一間屋呢, 就是西漢晚期。 你當他們現在是2000年。 就是2000年前呢, 在中國的河南呢, 是已經看到了什麼? 幾層樓。 可以起到幾層樓。 那麼, 我們透過這間屋呢, 就看到呢, 就是很典型的漢詞的特色。 這個門口旁邊呢, 這兩條柱呢, 就是漢朝的牌坊的缺。 那麼, 所以, 如果你有錢, 建一個漢朝風格的房屋呢, 你必定要建這個缺。 這個缺呢, 就是等於, 那個牌坊。 那麼, 這個正門。 那麼, 正門呢, 然後, 趴了一隻狗在那裡, 那些雞在那裡, 那些人物在那裡, 那些門口在那裡。 那麼, 很清楚呢, 屋頂上面呢, 站的那隻狗狗。 然後, 那些人物在那裡呢。 即是我們古人在屋頂上放著著鳥 角度是什麼?兩個 一個就是現在你看到 現在就很少了 我們去看書就說 村屋頂上面放著鳥在這裏 通常我們做什麼? 指示風向 風向擺動 這是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 古人說 你能夠越接近天 你就越有靈氣 因為人都想上天 你在地上 而且你在第三層高 誰比較好 當然是你比較好 所以每個人都爬到最高 爬到三層、四層、五層都好 除非是倒塌 如果不是 每個人都會上去到最高層 去到最高層 就希望 表示他的屋子 跟天很接近 就是說屋子好像 一隻小鳥飛到這麼高 所以古人 所以古人的屋頂上 很多時候有鳥的造型 表示他們的屋子 可以接近天 這就是鳳 尤其是南方 因為南方 多數有隻鳳 因為南方 東南西北 南方屬於豬鳥 屬於一隻鳳 但不要忘記 這是北方 就是說 全中國來說 屋頂上 擺一隻鳥 已經是一個習慣 我們另一個 看到我們中國人 最主要的建築特色 就是這個位 就是斗拱 就是斗拱 就好像三叉營 托著屋頂 這個就是斗拱 就是我們中國人發明 這個斗拱 就有一條柱 就托著上面 一個很重的屋頂 漢朝 這個圖屋 我們已經知道 已經有斗拱的出現 不過這個斗拱 是單一斗拱 月後期的建築 我們由單一斗拱 變成雙斗拱 三斗拱 四斗拱 去到明清的時候 就六七個斗拱 去托著一個很重的屋頂 這種力學 就很厲害 就是連西方的建築師都驚訝 就是我們中國人用木 可以撐到這麼重的東西 一層層去重 一層層去重 你想想 下面的斗拱 托著全層樓 這個斗拱 就在漢朝已經出現了 當然 那個欄杆 那些欄杆的尼巴的形式 我們在他們的線條裏面可以看到 我們看看這間屋的背部 背部 背部是墨籠 這個三樓 這個二樓 這個地下 他就畫了兩個斗拱 這個象在上面站在 漢朝 就是神仙思想非常流行 這些東西是放在毛裏面 即是說 它是屬於一個神仙的世界 我們從這些陪葬品 就清楚知道 我們古人的想法是什麼 在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一隻老虎 是咬著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是上身赤裸的女人 下面下身是穿著一條裙子 這隻是一隻老虎 這個頭部是像一條龍 但是是老虎的身體 這隻老虎 咬著這隻 東西 就叫拔 就是說 上身赤裸的女郎 其實是一隻鬼 這隻鬼 如果你查字典 這個拔是什麼 在古人來說 如果大水 你想自大水 就不要下大雨 不下大雨 就請一拔出來 請一拔出來 就變成收了風雨 但是人是自私 對嗎 對嗎 經常大漢不行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種田 沒有水 沒有雨 怎麼辦 其實雨水是最重要的 對嗎 大水是一回事 但是雨水最重要 因此 漢對我們中國人來說 是一個死敵 於是 古人 為了祈求風調雨順 古人是怎樣 就要剷除這隻漢鬼 那怎麼剷除它 古人來說 最厲害的萬獸就是老虎 那時候還沒有獅子出現 那隻老虎 就擔了這隻鬼 這就表示了一個民間的思想 就是驅鬼 那這個鬼 就是一隻漢鬼 所以 我們現在香港人 沒有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觀念 因為我們 對於大水 罕災 這種感情 跟古人不同 古人完全不能控制天氣 也預測不到天氣 唯有靠這個神靈的信仰 所以這裏 就有隻老虎擔了一隻拔鬼 那下面 這裏是一條龍 青龍白虎 青龍白虎 再下面 有一棵樹 那棵樹畫得很漂亮 如果你是一個畫家畫了一棵樹 我不會 樹上面 裡面 就站了六隻小鳥 六隻小鳥 如果在古代神話故事來說 這六隻小鳥叫做Blue Bird Blue Bird 你知道是甚麼嗎 古代的Blue Bird 跟現在的Blue Bird不同 古代的Blue Bird 是誰有的呢 就是黃武娘娘有的 黃武娘娘旁邊有六隻青鳥 這隻青鳥代表了甚麼 梁武娘娘六個仆人 因此古代的青鳥 就是象徵使者 所以這間屋裡面 包含了幾個異詩 就是說 古代的農民 就希望風條雨巡 吃了一隻刊鬼 古代的農民 希望 龍是代表東方 東方生氣 於是就畫了一條龍 下面 這些就是斗拱 畫了一棵樹 在樹上有 黃武娘娘六個仕者來到 黃武娘娘派了六個仕者來到 即是表示甚麼 表示黃武娘娘 向祂的祝福 向祂祝福 因此 古人來說 就是一個吉兆 我們在這個圖書裡面 就知道了 就是我們漢朝人 怎樣生存下去 當然這個是 今時今日來說 是不是無稽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在漢代來說 他們是要將 這一種 這樣的題材 寫在一個圖書上面 除了表示一間屋 原來這間屋 上面 是有這樣的裝飾 這間裝飾 不是美化那麼簡單 而是 帶給他們一個幸福的生活 另一間屋 另一間屋 這一個人 從窗門看出去 一樣有隻鳥 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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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窗 又有窗 有窗 那這兩棵 是甚麼東西 押我們的 原來這間屋 是屋倉 是一個倉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容器,是装穀物,这间屋其实是一个盖,是一个屋仓的模型,在当时来说,当然不可能整间屋是一个盖,因为它是一个陪葬品,它就用一个建筑的形式做了一个装穀物的仓库。 但是从这个建筑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汉朝的时候,已经可以懂得是一个高楼,三个仓。 就是说,把这个建筑了,就变成了三个钢,三个仓。 当然这些就是,一级级加上,好像砌積物一样上去。 这个是不得理的。 有桥屋,如千年前,这个就是一个塔楼。 这个其实本身都好像一个塔楼,但是它是一个住屋。你想想多少层。 这两个看决,进入大门口。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全终天海洋、三层和六层。 另外,通过旁边的那个望楼。 当然กด在技术上来讲,完全情节上来自荐一个人的融合。 如果我们去出土文物,其实它不是一件东西整合的,是分开一个个的搭上去,但是它出土的时候很完整,因此卡古学者就把它搭起来,原来可以分得这么紫细。 我们可以看到,到2000年前,我们中国人可以设得建这种桥屋。 这个和刚才的比较简单很多,是一个屋仓,毫不花巧,只不过是表达了窗门。 你看到有些红色的痕跡就是那个彩繪。 原本这件是七彩的,因为那些颜色已经剥下了。 那如果你今时今日买一座这样的庄园都不得了。 是吧? 有一个围村。 这一组组屋,有围墙。 这里有狗窿。 因为有小的门口被狗出入。 你可以看到汉朝人的通风的设计。 这个窗户是扭空的,通风的设计。 我们看过这些图数,我只是给你们一个例子。 这一类图数,在墓里面。 即是说,做一些这样的墓牌货,全部是给死者。 做这些东西,对生人来说是不吉祥。 他们不是说,好像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当玩具那样摆。 不是玩具。 到有人死了之后,那才做这些屋子,擠下去。 即是目前为止,甚少人就去紫札店买那些紫的牢丝来丝, 摆在家里面当装饰。 有些艺术家是这样做的。 但是比较少。 到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店铺找的。 如果你是好事的时候, 你会说,原来那个至亲很喜欢吃烧鵝,做只烧鵝给他。 在古代来说,那个理念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墓葬所见的陪葬品是不同的。 是因应那个死者,其实未必他喜欢,是死者的亲人给他。 那当然死者的亲人,就是死者的兴趣给他。 那当然也要看他本身的财力,他有钱就做多些。 这一类这样的屋,我刚才所见的这些图数,在北方。 在广州的汉母也找了大量这一类这样的屋。 而在广州的图屋呢,汉代的图屋呢,那个复杂呢,就当然没有他那么靓。 但是那个规格呢,一样,是有很多这些围场。 那就是证明了,我们中国人住屋呢,是喜欢什么? 围住了自己。 为什么围住了自己呢? 安全。 为什么这么不安全? 因为太多财。 那些财在哪里呢? 旁边的屋。 你连旁边的屋都害怕,所以你也要建一个围场。 所以,我们看到,由看这一种围屋,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住屋的习惯。 这一间屋呢,是围住自己。 你住这些地方而已。 然后呢,这里开了门口。 那老爷奶奶在这里,那儿子女在这里。 小姐在楼上,不让她下来。 那这里东霜西霜,那爸爸围住了枪。 那这边有没有枪呢? 基本上呢,只有两只枪,没有枪。 我们中国人的屋的枪呢,全部向着花园。 那老爷奶奶呢,就看着花园。 东霜西霜也都看着花园。 进去呢,那这里有个影壁。 也不让外面看到里面的花园是怎样的。 它完全将自己的屋里面呢,是收卖了。 那我们中国人的房屋的枪呢,全部呢,是向来的。 因为向外呢,是怕被那些人看到。 是怕被其他人看到。 那你说通风怎样呢? 是靠里面的庭园通风。 那那于是,那你其他人走过呢,只知不过呢,就知道四边是墙。 那一间这样的庭园,一间这样的庭园,大家是这样的。 那一闪到门呢,就可以做隐事。 所以国家自掃门前说,不需要你其他人。 那我们中国人,如果要和,要表示自己是威衰呢? 就是说,我要建一间屋,那间屋的门口呢,是比这间屋出的。 那孙先生是我老板,不抵得我。 那他又建一间屋,又再出一点。 那因此,我们看古代来说呢, 看哪间屋尊贵呢,就看那间屋最出的。 那如果这个,见到这个门口那么出呢, 他有本事呢,就再建一间屋,再移出去。 那大家呢,就霸着这条通道。 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住屋的习惯, 建筑的方式。 那就,完全是一个围场, 在这边呢, 再发挥。 你可以在围场里面一路建很高。 越高就越好,因为呢,我们要上天。 我们要建望楼。 望楼的作用就是, 监视了周围的环境, 还可以什么? 登天。 人都想登天。 登不到天呢,要安慰自己, 就把一只雀在天台。 所以,我们在早期的, 房屋设计呢, 这种房屋设计呢, 雅顶呢, 这种屋顶呢, 我们见到一个特色。 在这里见不到。 貓頭鷹 貓就是貓頭鷹 就是貓頭鷹的尾巴 貓頭鷹 大家知道在古人來說 就是威猛的鳥 叫做鷹 它放在上面 表示 就是一隻鳥高高在上 大家看到這個造型 像魚尾 我們中國人 就說最厲害的武器就是火 但是火 能夠我們生亦都能夠令我們死 古人的房屋 基本上是木的結構 一火燭 在那裡 說不定 你起得多高 多威風 都沒有了 那一定要防火 那怎樣防火 在古人的防火 就靠天 靠神靈幫他 神靈什麼呢 就是希望神靈給水 所以這兩個造型 就像魚尾 那就是說 將那個魚 放在屋頂 當有火的時候 魚尾一放 就會什麼 會取水 就可以幫我們救出這場火 還有呢 在古代來說 不是古代 到今時今日 我們中國人的民居 那個雅 都是黑雅 黑色象徵水 所以黑雅 對我們是吉祥 那如果是紅雅呢 就火上加火 那所以是黑雅 那之後呢 皇帝的宮殿呢 是黃雅 黃色的雅 黃雅屬於土 那因為任何的土地 都是屬於皇帝 那只有皇帝可以用黃雅 那當然今時今日呢 你想扮皇帝呢 你可以建一間屋子用黃雅 那在古代來說呢 如果你建皇雅的屋子呢 你又幣家貨 除了皇帝的宮殿之外呢 還有一類建築 可以用皇雅 就是什麼 廟子 因為皇帝認為 一個神 是跟他同輩的 那因此你看到那些 佛寺 道貫呢 可以用皇雅 除此之外呢 就只有宮殿 宮殿 宮殿可以用皇雅 那 除了皇雅當然有六雅 六和藍呢 代表東方 那在民間來說是黑雅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痴味 所以痴味呢 就是有兩個作用 是信仰來講 就是由 東漢後期 這個呢 在西漢早期都不見這個痴味 到漢之後 一直到唐呢 如果你去到智蓮靜院很近 智蓮靜院就是一個訪唐的風格 你就見到唐頂有這個痴味 如果你是日本的內良 日本的內良 京都再過的內良 就是唐的建築 那就完全是唐頂的建築 那它就是有這個痴味 所以你如果沒有記錯呢 就是大埔慈山寺的觀音寺 也都是訪唐的 也都有痴味 那你去到 山西仍然有唐大的建築 那也都看到痴味 那你見到那個屋頂上面有痴味呢 你就知道呢 它是唐風 唐大的風格 那在唐代之後呢 痴味呢 就變成另一樣東西了 叫痴味 痴味的意思呢 就是這裡呢 就變成了一隻龍 咬住這個屋頂了 痴味是龍狗的兒子之一 那這個兒子呢 就叫痴味 它最喜歡什麼呢 這個龍頭來的 它最喜歡就是琴高 琴高 那就是說呢 我們古人呢 就由一個鳥的尾巴 魚的尾巴 慢慢將它什麼 形象化了 就變成了一個龍頭 咬住屋頂 那這個龍頭咬住屋頂呢 就叫做痴蜜 咬住它 那這個龍的這個兒子呢 最喜歡呢 就是站在最高的位置 所以呢 在宋代開始呢 我們的屋頂上 就不見了痴味 就見了痴蜜 那到今時今日呢 你見到 尤其是南中國呢 就是由這個痴蜜 就變成了一個 龍頭魚身 那我們呢 就站在屋頂上面 這個叫做鵝魚 那你見到香港很多的道貫 那些紙上面呢 就屋頂上面兩隻蠔魚 那蠔魚的味道呢 就由痴蜜的演變出來 那就是一個龍頭魚身 那龍頭魚身呢 這隻東西呢 我們廣東人叫做鵝魚 在古代來說呢 摩蜜魚 摩蜜魚 是印度街 印度膠 裡面的一個神 就是God of River 河神 那這個觀念呢 就傳了來我們中國 那所以呢 我們中國人呢 就將這個河神呢 就放了上屋頂 因為那個河神就是取水 那就是一個龍頭魚身 那在唐朝呢 已經很流行這個題材 那叫做摩蜜 那到明清的時候 摩蜜這個名字呢 就淡化了 那我們南方人呢 叫做鵝魚 就把摩蜜這個名詞 就已經忘記了它 那其實呢 是印度教的一個神名 那我們看到了 就是說 這一種這樣的建築 的模型呢 就是用圖素 擠在墓裡面 擠在墓裡面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是一個井 是看著一個井 那我拿出來呢 就是告訴各位 這個都是陪葬品來的 就是除了有屋住 有屋倉 還有什麼 有水飲 那有水飲呢 就要做一個井 那做一個井呢 那你看到了 不是普通的井 井上面呢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shelter 有屋蓋 就是呢 用來呢 保護水 那 那 古代的井呢 不要再說古代 其實井這件事 一直到文國都很重要 我們今時今日呢 有自來水 當然是很幸福 那 你想想 古人來說 如果你不是在河邊 在旁邊 住的房屋 有水源呢 你怎麼拿水 就是靠井 那靠井呢 如果你住的地方 沒有井 你就不要住了 所以有井的地方 必定有人住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說 洪坑那裡 掘到古井 大不了 一定有人住 因為洪坑 附近就是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一定要有井 九龍城寨 是在十九世紀 建好 十九世紀之前 九龍洪坑一帶已經有人住 因為那幫人做什麼 那幫人我來什麼 拿海岩 拿海岩 因為我們觀塘一帶 就是岩牆 來的 是海岩牆 所以早期來說 九龍一帶的工業來講 就是岩牆 在古代來講 所有岩牆是政府辦的 因為一定賺錢的 因為任何人都要吃岩的 那 一定要找工人去經營這個岩牆 於是 於是 就在廣東附近 惠州 大量的移民 來了 紅磡 土瓜灣 這裡 住了 做什麼? 做生產 所以在宋 已經有 不少這些岩工 住在這裡 這些岩工不是香港 不是九龍的土人 到後來 這一班岩工 除了拿岩之外 還有另一個生產 就是什麼? 砸石仔 所以 獅子山一帶 全部是取石 石材 是砸石仔 所以石礦場 和岩場 是香港早期兩大工業 由宋開始 從宋元明清 那裡幾多百年 就已經在九龍城 一帶已經住了 早期的居民 這些居民 全部都是在廣東那邊 來香港打工 一住住了很多年 到後來所謂 前圍村的圍村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圍像圍住了自己 這就是早期的 香港的 住屋 形式 所以 每一個住人的地方 一定有井 由漢的墓葬 我們差不多每一個墓葬 都見到有井 死者去到世界 必定要有水喝 在清朝的時候 其實清政府 是很有趣的 是將 譬如在北京來說 將井 判了給別人去經營 即是 如果 你的祖先 被滿清政府 給了井 你經營 你會發達 那你坐在那裡 就 庫存子一路傳下去 那井呢 分呢 分很多種 級數 因為那些井水呢 有靚水不靚水 那你要去買水 那你要喝水的時候 你就要 走去那個井那裡 就交給井主去買水 那哪個井呢 是屬於甲級水呢 就付不同的錢 這個呢 就是我們去到清朝的運作 因此呢 我們 從這些陪葬品 就知道 井 是中華人的 生活必需品 這個是 燈 三眼燈 這個人像 這個是一個佛 坐在那裡 下面一朵蓮花 這個是四川 找到的 東漢時候 大概是2000年左右 我們竟然間 找到一個 在墓葬裡面 找到一件 尤燈 這個尤燈 很粗糙的 但是竟然間 印了一個佛像 坐在那裡 一件很普通的陪葬品 一件很普通的陪葬品 但是 我們就會看到 佛教真真正正在 東漢的時候 進入了中國 而它不是很簡單 只不過一小處人去信它 一個民間所用的一盞燈 當然 當然 這個死者應該是一個佛教徒 否則它不會用這盞燈 而這盞燈 不是用手去裂 是沒有人 即是說它是Mass production 是大量做的 不是偶然間做一個佛登給一個死者 是大量做出來的 雖然它沒有上升 但是我們可以證明了 就是在東漢的時候 佛教已經流行於在中國的四川 在同一時間 我們在中國的東部 就是在浙江那邊 剛剛算是一個西一個東 我們找到很多骨灰翁 骨灰翁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佛教徒火化的骨灰的神器 不是佛教徒不會火化 因為我們中國人要土俗 我們找到很多三國時候 東漢末到三國時候的骨灰翁 在浙江江蘇一帶 即是證明了什麼 即是說 同一個時間 佛教也去了我們中國的江南 即是說佛教的傳入 不一定是經過西北的絲綢之路 是可以經什麼? 可以經海路 可以經什麼? 經印度尼泊爾 緬甸那段入四川 即是有幾條路線 一條路線在北邊 在絲綢之路入 所以在北邊 甘肅那邊 我們看到有 早期的佛教的石骨 即是Cave Temple 敦煌那些 就是南北朝時候已經盛行 四川這盒燈 一個很好的證明 我剛才所說的骨灰翁 也是另一個證明 因為 如果要畫出來的話 仙徒就是這樣 下面一定要有蓮花 一個助佛 上面這個是玉計 所以很多朋友誤會了佛上面 這個計是法計 不是 這個是玉 是一個玉柳 因為佛有兩個頭腦 沒有 我們只有一個頭腦 如果要多長一個頭腦 我就會生癌症 但我不生癌症 我就是佛 所以 很多人就以為這個法計 其實是錯的 因為佛 是一個非常高智慧的人 所以 佛陀 在佛教來說 就叫做 割者 所以這裡是另一個頭腦 這裡有一個白毛 這個也是一個智慧 所以我們用線條去模擬 這種衣摺紋 就是佛教的衣摺紋 穿了一件衣 這件衣 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衣服 是漢朝的衣服 我們在敦煌的時候 就是敦煌的早期石骨 看到佛穿的衣服 就是印度的衣服 印度的衣服 是熱帶的 所以很多早期的佛像 或者菩薩像 一邊是露薄的 為什麼 因為太熱了 所以你叫做 泰國 緬甸 那些佛 全部是露薄的 你不要說得罪佛教來說 就是說他很性感 不是 因為他們的熱帶氣候 就令到他們要穿少些衣服 所以他就露薄 但入到我們中國 露薄 當我們北方冷 因此由一個露薄 就慢慢給他一件衣服 不要給他露薄 做一件衣服 到南北朝 越後期 到唐朝的時候 那件衣服 就越來越多 當你看到佛菩薩 穿的衣服 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的時代越來越後期 就是唐朝 因為我們 不捨得佛和菩薩 懶親他們 他已經不是露薄 是兩邊 但是這個衣紋 就是西方的衣紋 就是衣折紋 因為我們中國人畫畫 很少畫這個衣折紋 這個是西方傳入文 在武藏裏面 看到一隻東西 屠希造 好像一隻狗 但是一隻有隻角 一隻怪獸 中國古代有一個行業 其實不是行業 但是每一年 每一年都在發生的 道霧 所以曹操死了之後 他就和自己畫了七十個墳墓 你不知道他在哪裏 因為他知道一定有人道他的霧 大家就知道為何會有人道霧 因為霧裏面一定有貴重的東西 道霧在古代來說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行 當然在刑法上面他犯了法 但是在信仰上來講 他必定落地獄 但是道霧者都要去道霧 為甚麼? 因為他不道霧 他生存不到 他找不到食物 他太苦 所以他打劫恩施錄 所以犯最大的不慰 他都要破壞死者的母乳 去拿他的貴重的東西 因此在古代來講 就想出一個方法 由春秋戰國開始 已經大量人道霧 那怎樣呢? 就在霧裏面 就放了一些邪靈 去嚇走那些道霧者 那這些邪靈呢 其實不是邪靈 它就當成一個神靈 去保護死者的霧穴 叫震無獸 那這些震無獸 就是做到有這麽肉酸 得這麽肉酥 當你一打一個魔 見到這麽怪獸的時候 你會害怕 因為和人世間 你未見過這麽動物 就是等於我們為什麽 怕見鬼 因為我們知道鬼 不方好看 每個心理都知道鬼不方好看 那你發覺鬼是漂亮的 你小心 那一隻是厭鬼 那如果這隻鬼是肉酸的話 就足弓起來了 因為你一定不會上當 那所以 在春秋戰國開始 在霧裏面 已經發現了很多震無獸 那些震無獸是用不同的東西做的 在南方來說 大部份是用木頭做的 但是我們現在 就見不到這些證據 因為木頭已經腐化了 但是用陶器做的 就保存了下來 就像這件東西 那這個圖數 不是玩具 就是說 等使者去到第二個世界裏面 那這個圖數 可以有馬 那如果他是一個官 他有他的示威 那這個是漢朝的馬 那從這個圖用 我們看到 在漢代的時候 是有馬鞍的 但是沒有一個馬鞍 我們中國最厲害的馬 就是匈奴馬 到了漢朝的時候就是蒙古馬 但是 漢的時候沒有蒙古這件事 由雙周的時候 住在我們中國北方 其實不是很北的 到現在的山西大同那裡 內蒙古那裡已經是北方 已經是小數民族 早期呢 這些小數民族叫鬼方 一個很不好的名字 那到後來呢 就叫這些人叫胡 胡人的胡 那匈奴呢 就是史記司馬遷的名字 匈奴 那匈奴呢 就是 住在內蒙古一帶 就是北電那裡 那匈奴人呢 就在公園 大概在巡的時候 就是公園前二世紀 他一直到 大概 公園 唐開 唐代 大概 就是五世紀 約是八百年 就是匈奴這個民族 就生活於我們中國北方 那現在沒有了匈奴 已經同化了 如果你稍微 要找匈奴呢 你去歐洲找 就匈牙利 是真的 真的 匈牙利的祖先是中國人 匈奴人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 在巡圈的時候 他是北方的小重民族 他由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部落 產生了奴帝主 於是匈奴這個民族呢 就有皇帝的皇帝叫做禪 就是他們的兇奴 就是他們的兇奴命 叫做禪 有了領袖 有了領袖 於是要怎樣呢 就是要擴充他的勢力 那抗充的勢力呢 他就要入中原裏 去拿我們中原的物資 那他有的 本事是什麼 他是充武民族 養馬養牛 他其中一件事呢 在科學上來說 他能夠發展了一種這樣的動物 叫做雷 我們有龍 有馬 雷就是一個混種 是匈奴人想出來的 所以兇奴人的充武業 是我們中原民族呢 是No.1 但是 他的充武業 尤其是他的馬 這麼精良 他騎馬這麼厲害 所以他 打入我們中國 和我們漢族人打 我們漢族人輸 於是秦始皇在 戰國的時候 趙國 燕國 秦國 將他們的北面的城牆 後來 秦始皇將它連接了上來 變成萬里長城 就要 防止兇奴的騎兵入侵 到了漢代的時候 就是 仍然是 我們漢族人 打的 因此 後來 兇奴王 有一部分 就是漢化 漢化 造成了一個很美麗的 傳說 就是超軍出塵 漢元帝 即是兇奴王 就要問漢元帝 我想娶一個 漢朝的公主 所以 派了王超軍 就加了兇奴 這個是西漢時候 到了東漢的時候 兇奴 就是分了兩派 一派就是 南兇奴 一派就是 北兇奴 南兇奴 就是跟我們 漢族 東漢 就是友好 東漢 就是 拔敗了 北兇奴 北兇奴 就被趕了出去 現在的蒙古 即是現在的蒙古 即是大漠 一直被我們 漢朝的軍隊追打 他們一直走 走到哪裡 走到歐洲 過了雷河 走到歐洲 那當時 就是 入了歐洲的時候 就對歐洲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歐洲 就叫這一幫人 叫做 兇人 英文就是 亨 那這幫北兇奴 入了歐洲 跟歐洲的土柱 就通分 就產生了現在的 匈牙利 所以匈牙利的 這個地方的民族 他的祖先 就是來自我們中國人 就是匈奴 北匈奴 那麼 南匈奴 就留在 內蒙古一帶 就在南北朝 在北朝的時候 跟我們其他少少民族 先碑那些 混和在一起 那麼到唐的時候 整個匈奴的民族 已經不見了 所以 匈奴 就是 對我們中華民族 的發展影響很大的 尤其是在畜牧業 和在騎術 那這些就是匈奴馬 那匈奴人 就教我們漢族人騎馬 因為匈奴人騎馬 是不需要馬鞍的 不需要馬鞍的 不需要馬鞍的 那麼 到了後來呢 就有馬鞍 那麼 就開始坐在馬鞍上面 就不怕 蹲到屁股都損了 但是我們在看著的時候 還沒見到這個馬鞍 因為沒有馬鞍 你也很難去控制這隻馬鞍 那麼我們從這些圖書 可以看到 我們中國的軍隊 那種這樣的裝備 去到漢朝 仍然有缺陷 而看到我們 為何漢朝 到南北朝 我們整個 就是整個 忠如立立亂 就是因為漢族人的軍隊 在那個軍事裝備不夠強 尤其是在那個騎兵那裡 是每次輸了給少數民族 從這些可以看到出來 這個北朝 剛才那個漢朝 在北朝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北朝的軍隊 已經有了規格 是給了規格 就是整隻馬是包住了 就是好像歐洲那些羅馬帝國 有了規格 保護一隻馬 這個是北朝的時候 那軍隊已經有規格 但是你剛才所見到 是穿布衣 是不是 那到北朝的時候 是不同了 這個是北齊 北齊的軍隊 那 我們 看到上面 仍然有很多彩繪 那這支兵器 當然不是用陶器做出來 應該是木 或者竹 已經腐化了 我們看不到它 徐朝 你見到徐朝的軍隊 你呢 進步了 如何進步呢 有規格 這個規格 有個頭盔 有裝甲 是吧 那 就 見到他們又虛 那在古人來說 你們現在 有皮鞋都不穿 你要穿球鞋 在古人來說 皮鞋不得了 一般人哪有資格穿皮鞋 我們看著人 為什麼經常打書 因為我們不穿皮鞋 我們穿布鞋 怎麼騎馬 騎上去 整隻腳都損了 所以我們看到 少數民族 為什麼它可以騎馬 因為少數民族 畜牧業 可以有獸皮嗎 有牛皮 有馬皮嗎 所以它做了虛 皮鞋 所以少數民族 必定穿皮鞋 穿虛 我們 漢族 漢人 後來 到了漢朝以後 書生也好 皇大有什麼都好 你看到古代的畫 即使到現在 你看到 任建輝 做大戲也好 他穿到虛 那對虛就是皮鞋 如果你看到 一個古人 不是穿皮鞋 他什麼 就是陽春樂 破洛湖 窮到虛都沒有 穿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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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以騎馬 但不可能騎馬 所以在古人來說 一對皮鞋 就是代表你的身份 即使你不騎馬 當然你要有一對皮鞋 女士因為不騎馬 所以她不穿蝦 所以女士穿繡花蟹 但一般的窮人 只能穿草鞋 穿布蟹 就是皮鞋 就證明 你可以騎馬 你可以坐馬車 古人有隻馬 是不得了的 有隻馬車 也是不得了的 起碼你已經可以讓到馬 所以 所以 皮鞋 你在 由湯 宋 元明清 你看到很多書生的官 他們都是穿蝦 就是 就是表示 他可以有資格去騎馬 他會不會騎馬 是一回事 但是皮鞋是一個身份象徵 除了皮鞋 就是你的皮帶 因為如果你不用皮帶 你騎馬就會脫褲 因為我們中國人 就用布帶 用布帶 打一個繩結 在馬上騎多兩騎 繩結脫了 你就會脫褲 於是 我們在南北朝 去到唐的時候 我看到 在陶俑上面 我們中國的軍隊 開始看到有皮帶 那個皮帶 就等於現在我們目前所見 看到皮帶一樣有洞 有一個扣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皮帶 已經在我們中國來說 差不多 1500至1600年 就是因為這種皮帶 令到我們中國人可以騎馬 令到我們中國人可以有騎兵 所以沒有皮帶沒有皮鞋 沒有馬鞋 沒有馬鞋 沒有薑繩 所以我們中國軍隊是沒有馬 沒有馬 就永遠打輸了 所以 由雙周以來 一直到清朝來講 我們中華民族 尤其是以漢族為主 是輸了幾千年 就是因為我們不懂騎馬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們只懂得賭馬 唐朝 三彩的勇 天王勇 我講的唐三彩是有毒的 這些規格 如果我們看得不清楚 如果我們細心看 其實在這些武士上 他們的皮帶是看得很清楚 他們穿過這些是皮鞋 這些是規格 空神惡煞 他是天王 天王的意思 就是來自佛教 因為唐朝的佛教很成行 天王在佛教 佛教裡面 佛是最高的等位 是一個階級 佛教裡面要有護法 就是執行這個法紀 保護佛 保護這個宗教這個制度 就是所謂用英文的格 佛教的護法 就是天王八部 八個division 八隊軍隊 其中一個就是天部 天部就是天王 另一部就是龍部 龍就是 我們中國的龍 其中有一部 就是大刺 叫Garuda 天龍八部 天部就是行先 其中一個 大家都很耳熟能場 就是韋陀屬於天部 我們進到佛寺裡面 看到站在門口裡面 前面有一個大將軍 握著劍火叫韋陀 那就是天龍八部 天部其中一個護法 叫韋陀 所以我們中國人 就把韋陀 永遠放在那個寺的門口 就是任何妖魔鬼怪都沒有進去教教制 這就是天龍八部 四大天王 東南西北 就是屬於天部 這些就是天王 我們唐廚的時候 就做了 這些天王 還有一些震無仇 鬼的樣子 妖獸 直接空靈的妖獸 一個人面 但是鬼的樣子 就是擺在墓裡 如果當道墓者 一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會害怕 因為這些震無獸震無勇 會吃掉它 如果他們看到天王的時候 天王就會抓了他們 即是無論你信佛 你就會怕天王 如果你不信佛 你信妖魔鬼怪 你就會被這些妖魔鬼怪 去害死你 這就是圖素的一個作用 一個功能 這些功能全部放在墓裡 我們凡世間是見不到的 我們當時 不會把震無獸放在家裡 因為放在家裡的時候 你的家裡就是一個墓 你不會把自己的家裡當作墓 你不會把唐三彩的蛙放在家裡 否則你的家裡又是一個墓 因此這大量 做得這麼出色的圖素 全部都是在地底 是不見天人 到今時今日 我們才劃出來 要重出新天 那麼 我們見到天王 凡世間的天王在哪裏見 就要在佛寺 不是放在自己家裡 因為在你家裡可以見 不是每個人家裡可以有能力 供奉天王 為甚麼 不是 我要信佛 我想拜觀音 我想請天王八部來保護我 我不是就這樣找一張紙畫過觀音 觀音就會保護我 因為我覺得這對觀音不敬 於是我一定要把最好的材料做一個觀音 盡我能力做一個好的佛 一個很好的觀音 在古人的心目中 如果你對這些神靈尊敬 最好的材料包括甚麼 金 銀 銅 銅 當然有銅 最低限度是銅 所以我們在古代 從南北朝開始 一直以來都會唐 你看到很多很細見的銅佛 銅菩薩 那些你會放在家裡供奉 但是這些銅器是很貴的 一般老百姓是買不起的 那老百姓要去供奉 要去寺廟 所以寺廟為何這麼重要 所以為何老百姓要將他僅餘的錢 去捐給寺廟 集役成求 希望寺廟做一個很漂亮的佛 讓人人都可以去到寺廟 拜學觀音 拜四大天王 拜伯阿慧堂 所以寺廟一定是金的輝煌 是將苦難的老百姓的心血 全部擠在寺廟裏面 但是這些寺廟裏面的雕塑 不是圖屬 是貴重的金屬 是可以永恆 沒有貴重的金屬 是用石頭去做 因為石頭可以永生 不是金 不是銅 不是石頭 是用泥素 泥素是最便宜的東西 但是泥素也要做一個很大的泥素 敦煌的泥素 不會做一個這麼小的圖器公仔 因此這就是我們古代人的文化 這些這麼小的圖素 是用來做什麼呢 只是放在墓裏面 作為一種這樣的替代品 那 圖素 一直以來 都是在墓裏面用 生人用什麼呢 大家都曾經提過 生人用圖素 做出來的東西 是用來有什麼功能呢 有 但是微不足道 是給什麼人用呢 給小朋友玩的玩具 我們在唐代的武藏裡面 找到這麼小的圖素 全部是做得非常粗糙的工程 包括馬 包括人養 包括狗仔 狗仔 狗仔 甚至我們找到在宋代的 百瓷公仔 是江西健的 即是等於我們 現在你們都不會留意 就是五零年代 我們小時候玩的豬飯仔 是沒有東西的 只是側面的 那這些就是圖素玩具 那這些圖素玩具 如果你有機會去古董店 見到那些古董店 仍然是沒有的 你有沒有以為 這些古董店 是唐代宋代 其實藝術性是很低很低的 非常賤價的東西 是完全做得不漂亮的 甚至做出來未必一定是一些人物 未必是一些動物 可能是甚麼 是一個茶壺仔 即是等於我們小時候 玩廚飯仔 有些用塑膠做的飯煲 水壺 是給古人的小朋友 真的用來玩 那這些就是圖素的作用 是給生人 去到明朝 這個明朝的慈禧公仔 這個明朝的慈禧公仔 就是福建德華 我曾經介紹過這個地方 在明 整個中國社會 急劇變化 尤其是明晚期 我說過明晚期的時候 就是交稅 要用錢去交稅 用錢去交稅 就變成 個人都要賺錢 賺錢做 你耕田也好 做勞作也好 一定要做很多漂亮的東西出來 賣給人 例如德華 是福建一個縣 一個地方 豪不起眼 一個地方 他宋朝已經開始燒瓷器 但是宋朝燒瓷器 因為它屬於福建 福建是沿海 因此它燒的東西 去哪裡呢 賣去東南亞 賣去東南亞 你想想 宋元的東南亞是什麼地方 很窮的地方 他就是說 他的產品 連自己人都賺不到錢 他賣到一個 比自己人更窮的地方 你想想他賺到多少錢 所以在宋元的德華的產品 是很粗糙的 我們現在在東南亞 菲律賓 找到很多德華的瓷器 很粗糙 有很多是化妝盒 當然對當地人來說 是一件高級的東西 但是到了晚明的時候 德華就要想辦法 想辦法 想辦法就是 既然這麼多老百姓 都要求神拜佛 過往求神拜佛 就要買金、買銀、買玉 這些全部買不到 不如我做些瓷器出來 沒有牌貨 我做白瓷工 我做白玉 我用白瓷代替白玉 因此他做了一個白瓷的壽星功 這個是明末清初的壽星功 因此德華開始用瓷器做雕塑 他做大量和民間信仰有關 因為有市場 很多老百姓買不到金、銀、玉 就買瓷器 這個就是德華的 數師工明晚期 因為他要有客人買 他又不能買得貴 又要做到的手工等於玉的一樣 所以德華的人做的工仔 那個瓷雕是非常出色的 這個壽星功 這個壽星功是明末清初 跟我們一般所見的壽星功不同的樣子 因為德華 他要引你買 旁邊的壽星功是這樣的 我的壽星功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要買壽星功呢 因為這裏有幾個洞 這個洞 我會貼些鬚上去 所以這個壽星功的位置 全面的洞是貼些鬚的 當然這裏沒有了 因為鬚已經掉了 如果你有這個洞 你就可以自己貼些鬚上去 那你貼些鬚上去 那你貼些鬚上去 那就是 啊 所以這裏的胸骨 全滑出來 全滑出來 福建 福建人最信的是什麼呢 天后 所以他做很多天后象 那你能見得真 其他地方不會做天后象 因為沒有市場 那他福建 德華很聰明 做很多天后象 那這個就是民國的 就是天后象 那大量天后象 就是百慈 這個石灣公仔 石灣就是塗素 因為石灣的泥不同德華 德華可以燒到池灘 燒高溫 但是石灣公仔只是燒到陶器 但是這個觀音味 但是石灣 即是佛山的石灣 它的風格就是這樣 其實在古代 佛山石灣已經在宋朝燒 跟德華一樣 但是它燒的東西是什麼 非常賤價的東西 但是去到明朝的時候 他開始好像德華一樣的想法 德華燒公仔 他又燒公仔 但是他燒的公仔給德華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顏色 它有油色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是陶器 它不是瓷器 那它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佛山就是在南方 南方就是學到很多西洋教士的文化 寫實 首先 葡萄牙人傳進來 後來 意大利那些傳教士 到清朝的時候 更加13號很多 所以石灣的藝人 學了很多西洋的寫實 這就是觀音 這就是壽星公 所以這個壽星公 其實就是很 質地很粗糙 但是它就是求那個 垂慈 在很多廟宇上面 日神月神 放在廟圖 那這些日神月神 在過往來講 是什麼 是目標 在北方 在江南 在福建 用木做 那我遲些有講目標 會提到這一個部分 但是 我們有很多廟宇 我們石灣呢 就想辦法了 它就用陶器做墓牌符 那這些全部是墓牌木雕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怎樣 顏色 有色 用最賤賈的顏色 太上老君 它夠膽燒 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去燒太上老君出來 它燒出來 那些有色 骯髒啦 但是我們現在當它是好藝術式 沒有人見過太上老君 但是 它畫了這些乾坤八卦 它拿著太上老君八線 它就說它是太上老君 關公 石灣 它和 德化不同 德化呢 它的包袱呢 就在哪裏呢 它只是做神像 但是石灣就說 不只是做神像 它連日常瑣碎的題材 它都照做 它夠膽做 便宜的賣給你 因此呢 當時呢 廣州一代的人呢 就是 你想運一件裝飾品嗎 你買不到金買不到肉買不到木雕呢 你買石灣 這些呢 其實是木雕上面的戲曲題材 這個關公 它用它的方法做一個關公 關公讀春秋 這個就是石灣的市場 李泰伯醉 李泰伯醉 他做了很多款李泰伯醉 但是這個大酒程 石灣藝人很聰明 一個這麼大的酒程 這麼誇張的酒程 你買了這個泰伯醉 你不是我去供奉那個泰伯 你是當什麼 當一件裝飾品 當一件實用品 這個就是石灣的聰明 這個就是 杜杜清悟文初 這個大家都猜到 楊貴妃 高力士 這個一百年前的作品 一百年前 全中國沒有人敢做一個這樣的題材 是石灣藝人敢做 因為他沒有怕 他就沒有抓我 當時今時今日你可以做一個裸體的 貴妃出獄 但是一百年前 他做到這樣的程度 已經不得了 他能夠 這樣的表達方法 他學不學西洋 是吧 他穿了一件浴袍 這個高力士捧著一朵花 獻給貴妃 我們只可以說 這個是不是這麼漂亮的貴妃 不漂亮 那就不要增暈了 不夠肥 不要增暈了 但是 石灣 去到 這個就是清末文初 他將我們圖掃的題材 突破了 一路以來 一路以來 圖掃是放在墓裏面 不放在墓裏面 就只可以當作玩具 不日流 沒有人提的 如果在市場賣 就只可以賣滿天神物 但是 到石灣這個時候 到清末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的 藝術 就是那個 已經跟文學結合了 就是這個 視覺藝術已經跟文學結合了 舉例 楊貴妃 楊貴妃在歷史上 是一個什麼 淫娃蕩夫 他又說 唐明王 楊貴妃 死在馬渠波 是軍隊 要逼死他 所以在歷史的真相來說 楊貴妃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負面人物 唐明王也是一個負面人物 唐明王一生分兩個階段 開餘的時候 他是一個明君 天保的時候 他是一個昏君 因為天保開始 他喜歡了楊玉環 但是 唐代的時候 有一個人 將楊貴妃這個故事 改變了 就是白居兒 長恨歌 此恨綿綿無絕奇 所以 白居兒 將楊貴妃 是一個淫娃 變為一個什麼 楊貴妃去跳 偽常語意曲 是一個舞蹈隔 楊貴妃 楊貴妃懂得彈一首好的音樂 在一個音樂間 楊貴妃本身 角色天香 楊貴妃一個醉態 一個出獄 都是靈 只不過 她是一個悲劇人物 因此 長恨歌 就是把楊貴妃 一個負面人物 給我們這群書生 有一種忌託 我現在和我的祖宗犯案 知道嗎 真正 為楊貴妃翻案 就是這個人物 清楚的熊聲 由白居二的長恨 變為長生 七月七日 就是七夕的時候 楊貴妃和唐明王 定情 在長生殿 熊聲的長生殿 張雲貴妃寫到 是一個 有情有義的女子 她為了愛她的皇帝 她拉著白靈柏 死在離樹之下 她為了愛國 她自己去申國 如果不是唐朝會滅亡 所以熊聲就說 白居二是恥綿綿 但熊聲說 只要有情人 你今生做不到情侶 但你去到天國 可以變為並堤年 所以熊聲最後 把唐明王和楊貴妃 變為一個家人偶天城 不過不是一個凡間 是一個天國 因此 把楊玉環這個人物 精煉化了她 所以 我們到清門文初 很多這些歷史的故事 是將它文學化了 我們不管歷史真相 而這些普通的藝人 是將這些文間的故事 美化了她 四大美人都是悲慘 但這四大美人的悲慘 都是正面的 只不過是因為命運安排 他們悲慘的命運 其實是可以改變 只不過不是一個凡間改變 就像梁竹一樣 可以化蝶相飛 這就是 由徒素 去到清末文初 去到另一個境界 和我們從新社時代 一直以來由人生 人生 變為一個徒素 變為一個地府的東西 到後來明清的時候 有一些人為老百姓信仰的偶像 但是去到民國的時候 徒素就變成了我們的幻物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 一個這麼出色的藝術 只是到近一百年才可以逃出新天 多謝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